多多四點 時間緊的 現在來到11點18分 今天週末吃碗麵 會找來知博士和何欽兩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煮食 剛剛私處在講 cont 奶茶 知博士 你平時喝不喝奶茶的 我喝的 通常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真的喜歡外面吃的朋友 因为可能是工作或生活节奏的时间分配没那么多 所以外出吃就好一点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下厨的 究竟如何选择食材我们也说过 如何煮得健康也需要很多东西留意 很多你平时不看 就说这么容易就想煮一吃 煮得健康一点 就等于炒菜不要炸 炒菜用锅有没有危险呢 我会放在我的Facebook里 说说由2002年到2010年 用了1302的台湾女士 去看看他们究竟有没有肺癌 这个研究发觉他们是没有吃烟的 完全没有吃烟 然后仍然有肺癌 还有越做得久就越是大机会有肺癌 因为呼吸系统 是不是因为困在厨房 我们常常说油烟多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然后就追上不同的研究 就会找到原来我们用什么油 都很影响我们会不会有危险 不是说只吃老一点的油 就对身体健康一点的角度 但是原来做烟饭吃的那个 做烟炉的那个才危险 因为你用一些稀的油 例如苏米油 例如苏米油 例如 如果砸了上一层墙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难洗得掉 不同 对不对 对不对 刚刚我过年试过一次 就是煎萝卜糕糕 一直煎 为什么天花板有两滴呢 用平常的方法擦 那些油都擦不得了 对不对 要用这些东西刮掉 那你想想 你当是放一块鸡 鸡通常会出油烟多些 因为它濕 它濕 你放下去 那一下油就会砸上来 那它砸上来出油烟 它不是整个炸油飞上来 不得了 通常它是砸上来 是一些很微微的油粒 很小粒的 然后你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的 但是这些叫锅器 那你就闻下去 索进锅器 索进锅器里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开始了 赵博士 如果现在做厨师的一班朋友 尤其中厨 因为西厨有些派别 或者一些新方的派别 就可能用明火的机会少一点 某些菜式 可能用于自然 或者是低温少一点 那如果真的做厨师 那我有什么方法 就是这样说 就是防止 是不是第一时间 我真的想到的 或者厨师太太真的想到的 是不是戴口罩会好一点 但热又好像真是 很热的 是吧 很热的 但事实上戴口罩真的会好一点 但是除了这样 因为这些口罩又不是做出来 是想着在外面用 不是想着用来煮菜用的 所以其实有人要发明一个煮菜的口罩会好一点 但第二样东西就是油的质地 就是不要抑制 有很多油会在高温中抑制 而抑制就会变成很多 除了进入肺里面 除了会硬化 就是苏米油会硬化 它的抑制就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些叫Aldahide、Lipid Peroxide 很多这些化学名词 进入肺里面之后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它的研究在台湾 千多人看到 越煮得久就越有问题 就是下煮就越久 我原来煮菜煮了二十年 就会比一个人更厉害 刚刚头过几年 还有什么可以找到呢 除了油的质量 不要有些抑制 牛油果油就不太好 它没有那么容易抑制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要开行 这个我要改一下 其实我也有设置 但是有时候煮的时候 想着简单而已 那不是煮一餐饭 如果煮一餐饭 几米的通常都会开 但是煮一餐饭 或者煎荷包蛋 很少开 开住一定是有一定的帮助 设计指了计量 如果就是有酮油烟 支援刚ünès 然后有cono淡 煮雨燃 如果有酵液的油是很頑皮的 它會到處賺 你的份量也會增加了 當然要幾樣東西合起來才會好很多 再加上你剛才說的不存在那樣東西的口罩 那樣東西不存在 不過我真的要想這方法 因為聽完證據可能會有些擔心 兩邊擔心 做廚師的太太又擔心老公 然後老公可能擔心太太 每晚做廚師的太太沒有煮一頓飯 他又擔心 所以抽油煙機很重要 剛才你說撇除那些千年油 翻用油 例如我們煮的西餐菜 他們都經常會出現牛油 考驗到牛油會不會更好用牛油煮 其實豬油和牛油本身的承受力 對於熱的食物 起碼不會被困住 是好很多的 問題是為何我們去吃菜油呢 是因為很多時候的生物脂肪 其實我們對那些生物不太好 你想想你做人醫 醫人比較矜貴 還是醫療動物比較矜貴 已經看到人是偏人的 所以當我們養動物 養食物去做食品 如果你是西人 通常都會說我不想知道牠是哪裡來的 你別告訴我哪來的 不要觸摸牠頭不要緊 我只想看到那些翼翼 吃雞翼不要掛給我哪來的 中國人還好一點 想知道那些東西是哪裡來的 想看頭部 怎樣才知道 看到頭部 例如你選魚 眼睛不亮 你就知道不新鮮 很多這些東西 很重要的 所以你說生物脂肪當然好 但你找到一個資源 一個地方是生物吃得好 活得好 而且自己本身不是有很多毒素 那種生物脂肪當然會比較好 否則菜油方面 你都要選擇 第一用多少油 油是很危險的東西 特別入肺 所以我們用高質素的油 牛油果油真的很好 嗯 大家留意 牛油果油是 暫時廚房時都推介 是會比較對身體 吸進去煮的時候 對肺的傷害是沒有那麼大 或者引起疾病的疾病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用自己家裡 粟米油 然後蘸上牆 牛油果油蘸上牆 牛油果油不會黏在牆上 其實會抹廚房的朋友就會知道 要用清潔劑擦一擦 已經擦到出來的 你這樣濕布 濕紙巾也擦不到的 一定要擦一擦 好了 這個時候先解釋一下 轉頭再分享一下 其實我早幾天都發生了一件事 關於煮東西的時候出現的 究竟我影響自己健康有多大 轉頭再說吧 自拍師 麻煩你 現在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已經收聽的是 小花士 在這裡 我出完一個廣告 可能我們回來的部分很短 不要緊 幾分鐘 可以 我講完我的傻子的故事 然後你告訴我兩句 說一點 那就搞定了 好嗎 這個可以 大家也明白 有夠貼身 是呀 好嗎 好 麻煩你 自拍師 那我好著先走 好啊 好啊 1-5-2-8-2-3-3-8 太原海鮮酒家為回饋廣大股客 凡1.5為故茶市昨晚市 或預訂全年節奔生日宴會 均享有九五節特別一位 灣區首創鮑魚燒鴨 全隻特價88.98.98 粥10隻鮑魚 特價五市龍蝦滷麵26.98 各款精味點心由3.98.98 有多間卡拉OK房 歡迎預訂 太原海鮮酒家地址 950號 KingJ Daily City King Plaza裡面 訂個電話 650-878-8833 650-878-8833 加馬回鎮好消息 由星島日報星島中文電台 華豹伙客中心媒體贊助 豪華旅遊主辦 在2月25號和26號兩天 帶你前往Marisville 參加北催農曆新年嘉年華 活動包括新春大遊行 特別邀請了嘉賓 2022年星島小姐和華豹小姐冠軍 參與盛會 我們並將前往古廟參拜 參觀新建的古廟博物館 還順道去周立歷史遺產公園 以單幅搬底 以及被票選為最受歡迎的 加州鐵路博物館 兩天由心情精彩 特貴家每位只是428元 費用包括兩天的旅遊巴士 25號的三文治午餐 以及景點門票 夜宿Hard Rock 總場大酒店 現在每人並可獲賞15元的免費籌碼 或者30元的家住籌碼 名客有限查詢或報名 請電650-808-8888 650-808-8888 吃喝玩樂 生活百多 粉絲俱樂部 切aggio 享受 每个都給面 好的,給面聽我們這節目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知信和想問我們的 邏輯可以请給我們的 這時來到13時30分 今天的時間比較短 讓我想分享我們前幾天一起的故事 就是這個 我這個煮東西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就是為了節省時間 就開了一些爐 就是一直在熱的時候 就去做一點點東西 那就出現兩個狀況 狀況一 真是煲洞了 煲洞了一個煲 整個東西不能用 食材不能用 第二次我就煎蛋的時候 就放了一個用膠做的一些鏟 就放了在旁邊 然後想著就方便 一拿就拿到了 那怎知有什麼呢 看到膠邊的鏟 有一點點 輕輕 因為溫度高的關係 溶了一點點 我就在想 溶了一點點 我這些烹飪是不是不能吃的呢 趙博士 當然焦了一個煲 其實也不應該用的 再用應該是有些殘餘的有害物質出現 對不對 是啊 當然了 你知不知道這些 這些癌症的危險 是在那個 當東西焦了的時候 有些人真的拿來嘗試吃起來 就是想著吃回它 就是上面那層可能吃得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令到自己無端白事 拿些東西來攪拌 對不對 最慘的就是它不是 像我所說的肺那樣 積下去 為什麼那個研究這麼有用呢 因為 你想想 不吃煙的人 通常都不會有肺癌 為什麼每年年升上去呢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了這個知識 直至有人真的去找 才發現原來是在煮菜那裡來的 因為他們想不到 為什麼每個人都會這樣 越來越多人會這樣 那你想想 吃煮焦的東西 能不能吃回 好像你幾個星期前問我 過期的東西 我就說對自己的 mental health 也不太好 如果你自己的自信 吃過期的東西 對自己的自信不好 但是你吃煮焦的東西 能不能吃回它呢 其實把它丟掉就好了 因為這些東西 有些 我不是說當這些東西 會有很多 compound 走出來 你煮焦它 煮焦它 那些東西就變成了 嗯 不能吃的 如果焦來講 你會看到焦了 黑黑的那些 就眼睛見到 但如果整個煮焦來講 趙克老師剛才說得很好 其實這也是一個 可能我們 我自己成長的習慣 看到 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做的 刮了一些焦去 或者中間那些 你看見了 那些雞翼多美麗 沒有東西 都是金黃黃 多美麗 煮焦它吃吧 我加了這句給你 共處一煲 共處一煲 我告訴你 三個字 AGE AGE 人口老化 AGE代表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AGE 那是什麼呢 就是蛋白質和肥膏 蛋白質和肥膏 當它們接觸有糖 你看看中國人煮菜 通常是怎樣 就是華人 煮食 就是什麼呢 就是加一些糖 是不是 是豉油糖 就是那個糖 當它接觸這些東西 而焦起來 就是會令到 跟糖尿病的血管閉塞 很多閉塞的東西有關 所以加糖已經不太好 但是如果糖焦了的時候 跟那些東西焦了的時候 你吃了下去 那個就很難處理 但是焦糖呢 公主招牧師有沒有 是否有些飲品呢 焦糖你記得 焦糖是怎樣? 焦糖就是只糖的 加一些熱的東西 加一些水就焦糖 它不是加一些蛋白質和油膩的東西 來焦在一起 噢噢噢噢噢 就是用火槍焦一焦 焦脆的也沒問題 但是你這樣煮 混合起來就有問題 是的 如果有肉類的東西 有肥膏的東西 當它加上糖的焦孔 那一刻就叫做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A,G,E 接著是P 是 嗯 是的 大家真的 我為什麼會和趙博士 經常用一些食材 或者煮東西來提醒大家呢 因為是最生活化 就是我們經常 譬如現在有很多菜單 就說吃這個原味 那個原味就是不會 就是可能用我們一些慣性 或者烹調的方法 加鹽、加醋、加糖 接著加不知什麼的豉油 混在一起 就是叫食香味 食香味俱全 這個時候如果大家看了這麼多的數據 我覺得煮東西的方便 大家要留意 當然我也很知好錯 就是記住 如果煮焦了一些廚具 都不能節省 不要找些東西散散散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因為都殘留了一些有害的物質 對嗎? 它們就是刮到裡面的閉塞血管的東西 你想想 通常就是通完波就丟掉它 但是有個研究就是刮到裡面的東西 就找到這些 剛才我說的那些 那些焦孔的東西 在那些血管裡塞在裡面 還有一些鈣 在裡面 是的 是的 好的 今天的問題在留言中 也有個比數七八八七的聽眾 煮蘋果膠要放水嗎? 煮蘋果膠要放水? 那當然要放水 是的 但是不能放太多水 因為這些蘋果你沒有水就煮不起來了 那你煮它那一刻 如果你放太多水 當它變成那些叫pre膠 pre膠要撞在一起 即是第二層再煮 它才會變成蘋果膠 如果它太稀 因為加太多水 它就撞不在一起 所以加水就不能加太多 剛剛好蓋著那些蘋果 洋蔥膠又難很多 因為洋蔥如果蓋著它 剛剛好和蘋果一樣 就太多水了 因為洋蔥自己本身會出水 所以在鍋裡煮了洋蔥 才放進鍋裡 那你就會濃縮 否則洋蔥有股皮有股膩 很難去出到水 嗯 但是放在準備的水 那些水的溫度是一起加熱 一起加熱 就不用煮定 煮定有泡沫 或者是水有點暖暖的 就找到去試溫度 輕輕在頂上飄測 就不用這樣 同一個溫度 同一個溫度 滾起它 滾起它 然後滾起它 90分鐘左右 然後你就把蘋果渣 然後就隔走那些蘋果渣 那些渣 然後慢隔 千萬不要逼它出來 然後剩下那些水 那些就叫做你的PRE膠 煮完90分鐘 滾完 接著那個PRE膠 要分離開蘋果渣 那些PRE膠再煮 它就會變成蘋果膠 所以它撞在一起 一定要撞得到對方 即是那些叫做PREPectin 混合得到 是的 混合得到 它在水中撞來撞去 混合得到 如果你很稀的 如何混合呢 混合得不成功 那就變成做不到蘋果膠 問到現在的人 找一次見面 找一次見面 我們一起做給大家看 是嗎 是 有用的 大家真的留意 我寧願多些聽眾問 因為他們都著重自己的健康 才會有這個問題 另外一位聽眾 我們應該都回答 記得主要OKPRE膠完之後 其實是否有些啫喱形狀 即是凝固了 不是的 首先如果你想去 本身如果你膠這件事 怎樣來的 就是本身做啫喱和啫喱 才會有這些膠 那些通常是加糖 才會結形啫喱 你現在不是加糖 雖然有少許糖 因為那些蘋果有糖 但那些果糖不足夠 令到它變成一個凝固 所以你不要想著這樣 反而有一個稀釋 當你喝下去 蘋果膠、洋蔥膠等 全部可以來法國洋蔥湯 很多人喝了我們法國洋蔥湯 我發覺為何你可以 沒有看到你做洋蔥膠 為何你可以這麼快去做 因為你做完之後 做了一塊冰 在冰格裏面 趙博士 不如留下集說 好 不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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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 田茂林、牙醫保事 擴創服務到東溫的橋貓 鄭妍英雄、牙醫上所 不用 不用 剛才有時間去塞兩個 對 說兩句也好 有些回應 有的 但如果回答了 你知不知道他最奇怪是甚麼 要長 有時候長和短就算不到 還有很多人不開心 為何回答他不回答我 這個就是香港的情形 就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都排隊 排隊就是先排 你去喝茶就已經看到這件事 就說 我認識你的 可不可以給他好位置我 你一這樣回答問題 就很牙醫 所以我跟Cindy說 不要緊 我想形成就是 我們短打 我們話事 我們說多少 你不要查這些問題 你控制到就可以了 我控制到 對 下個星期都是我 因為Cindy要22日才回來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唱歌的 沒有 你知不知道我最新的研發 是看到甚麼 唱歌 自己唱的影響細胞 最厲害 但你身邊一個 心上人 你很熟悉的人 唱 我太太很喜歡唱的 又影響得你身體好很多 好過你 是嗎 買一隻碟 買一隻碟回來 買人首歌回來 雖然那個是甚麼明星 都差很遠 因為你最重要是 最好就是你自己唱給自己聽 不要理好不要聽 因為這些細胞症 只認得你的聲音 還有 千萬後面沒有音樂 有音樂就會影響到你接收 其實不需要聽這些東西 老公不需要聽外來的東西 是你自己跟身體溝通 是啊 這個就是醫治 這個說一下 清唱好 其實我支持你 好像也有輕輕提過 但我現在的研究 去到Julliard 好啊 下個星期說不如 我們唱唱歌 好好好 我馬上回去 下個星期唱歌 好 謝謝我們 拜拜 這樣就變成說唱歌了 這個人自己的身體 影響回自己的細胞 其實這個是 一猜都猜不到 唱歌呢 這麼厲害的用途 誰知道我們平時人 外面用唱歌 就在比賽裡面 常常比賽 比賽 或者怎樣 很少說 自己很熟悉一首歌 然後唱給自己的細胞聽 這個是我一路進展的研究 一路發現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 不過留下個星期說吧 好了 拜拜